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讲居士论 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 在众多经典当中有赞叹的 然后释青论师 所宣讲的居士释迦牟尼佛第一转法论的 具经密译用释经论师 依靠论部的方式来宣讲 下面我们讲第三个问题 就是法治差别 昨天前面讲了灯心 也就是说灯气 灯气讲了一个是叫做 应时灯气和必时灯气 分两个方面 那么灯气还是很重要 我们显宗当中也好 密宗当中的很多法心 用灯气来表示 今天就是灯气的差别 好像我昨天也可能提了一点 法治差别 除心善等真心善 能热除心真心痛 火除无极真心善 一属身心非二者 他这里讲 我们一般人来讲 粗心 粗心是他这里 原来唐僧说是专心或者是水专心这样 但是我们从现在的一些文章来理解的话 有点难懂 因此我这里写的粗心和真心 就是这样分的 那么粗心是指的是 前面我们所讲的应时灯气 就是应时灯气 然后真心就是讲的必时灯气 分这两个必时灯气和正时灯气 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 只不过是在世情论师的颂词上面 并没有讲是应时灯气和必时灯气 他用的是粗心和真心 那么粗心善等真心善 它那个粗心如果是善的话 那么真心也有善的 也有不善的 也有无忌的 这是有三种情况的 一般人来讲是 比如说我刚开始发心的时候是发心好的 但是正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生起继续不断的善心一直增长的 很多人出家吧 很多人出家刚开始的时候 有些刚开始出家的心还是很善的 然后出了家以后 他的心还是继续 就是觉得我出家真的对我来讲是很好 他这个心一直能抱着原来的这种善心 有些人出了家以后就开始恶心撑起来了 出家原来是这么一段麻烦的事情 我还是像我家里的孩子或者是家属或者是父母 还是像桓树 他到了真心的时候心不善了 有些刚开始的时候出家的心是善的 然后出了家以后的话善心也没有恶心也没有 凡是一天吃三顿饭就是听一点重观四半论就可以了 反正就人生就这样过下去吧 就有一种无忌的状态吧 也不是善心不是恶心也有这样的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也有这样的 然后出心他这里直接都没有说 但是出心如果不善的话 然后他的真心善不善无忌 三种情况也是有的 比如说屠夫首先讲这个我好像昨天也讲过一点吧 首先想杀生 然后中间杀的时候有些恶心继续增长 有些中间生善心的 有些处于无忌的状态也是有的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事情无忌的状态 然后到了中间必是登起的时候 也有善不善无忌有三种情况 这样的话他最初的心和中间的心 就是中共有可能九种情况吧 应该有九种情况 刚开始是善心的 然后后面就是不善心 或者这样刚才讲的一样 然后刚开始是无忌的 刚开始是不善的心 通过三种不同的发心 他的结局或者是他的真心 也有三种三种情况 所以他这里除善心当真心善 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情况而一样的 然后能热除心真心通 那么能热释迦牟尼佛或者所有的佛陀吧 佛陀跟凡夫人不相同的 他除善心的话 他一直善心是继续下去的 他善心是相同的 真心的时候也是善心的 所以不会有恶心 最后比如说刚开始佛陀向度化众生发了一个善心 然后到了中间的时候 他就不愿意度这些众生 不会有这样的恶心 然后最初的是无忌 就是真心善 他这里活着佛陀的话 他最初的时候是无忌的 然后到了真心的时候 或者是无忌状态 或者有善心的有两种可能 佛陀跟凡夫人不同 然后下面讲异俗生非心二 那么这两个心刚才那个真心和俗心的话 实际上是异俗生不是这二心 这个是前面是师父三心方面来观察的 好像记得门彭仁波奇那个讲义里面 那么后面这一句 他属于是哪种神 是异俗生还是灯流生还是什么神呢 他这里面讲的话 那他不是异俗生 如果异俗生的话 通过发心来不能改变的 他以前有什么东西的话 直接而产生的 那么他不是异俗生的 应该这两种心 俗心和真心 或者刚才说是 因是等器和必是等器 不是异俗生的 这样讲的 从前面讲义当中这样说 若问 俗心是善法党 真心必等是善法党吗 他俗心是善心或者善法 那么他的真心也是必等是这样吗 俗心是善法党 真心也有善不善 无计当善众 他直接没有说实际上还有见解已经说明了什么呢 见解说明了 俗心是恶的 然后他那个真心善不善无计等 然后俗心无计的 然后真心善不善无计等有三种情况 这样的中共有几种情况 佛陀的俗心是善 真心也是善的 俗心是无计法的话 真心也是同样是无计法 如果佛陀任何一件事情的俗心是无计法的话 真心也是同样的无计法 或者说俗心是无计法的话 那么真心是善法 真心为善 而不可能由俗心是善法 真心变为无计的情况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佛陀的心始终也不会变成低劣 他俗心是善心 变成无计的也是没有的 然后出现恶心和恶心的这种状况 佛陀在这个知识之中是根本不可能有的 但是这个也是有不重的一个观点吧 有不重的一个观点 还有大众部的观点的话 大众部的观点他们都认为 这个佛陀不会有无计的状态 这是你们看那个知识当中也是有 知识当中说是哪家作业定 哪家的话就是大象的意思 翻译当中 因为其他的有些进步当中佛陀用大象来比喻 所有的众生当中就像耶稣里面的大象一样 在人中之相吧 人中之相 因此他这个知识里面说是 哪家作业定 心业定 然后作业定 恶业定 心诸作恶全部是在定当中 入定当中 因此佛陀不会有无计的状态这样讲的 但是有其他的一些论识 他切记里面的意思并不是说没有无计 实际上释迦牟尼佛佛陀 比如说想到别的地方去的话 他就根本不考虑去是不可能的 他想我要到那里去 我在这里坐 我在这里睡 他有这样的心思 所以这个应该称之为四中卫义当中的无计 有些众仆是这样认为的 但实际上一般来说进步以上的话 佛陀不但是没有不善法 而且无计法是也没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具有什么呢 十八不共法 十八不共法当中 比如说他不给众生说法 或者是不度化众生的这种无计的状态 就像我们世间的人一样 无计的状态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因此从进步中一生的话 就是不承认佛陀有无计的状态 但是在这里 就是有部中的有个别的论识的观点来讲的话 那么佛陀也有无计的状态 但是他们也承认佛陀的这种无计的状态 不会变地裂 比如说无计变成了不善性 或者善性变成不善性 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这是优世宗的特别的观点 就是他们的一种特殊观点 但是这个进步意义上的话 他们既不承认佛陀有不善性 而且也不承认什么呢 就是无计的这种心态和状态的话 他们也不承认 那佛经里面说是信诸作物是什么意思 一般来讲我们信诸作物是无计的状态 但是实际上虽然是在众生面前显现信诸作物 但信诸作物实际上也是利益众生的 也是在入于光明定当中 也就是说是智慧无耳定当中 不会有这方面的一般的凡夫人一样的 信诸作物的四种位仪 就不可能有的 这方面在知识里面可能也有一些说明方便的时候也看一下 看我们这里有些老年人或者你们居士论的知识一直没有看的话 以后不一定看 你们交给我的话 我这里有几个年轻的人可能没有得到那个知识论 他们翻一翻的 可能我现在已经居士论讲了第四品了 你们如果还没有看的话 不要让它睡在你的书柜里面 还是给我有些年轻的人可能看的话 他们不一定全部懂 但是有些地方还是有个讲义翻一翻还是有帮助的 所以你们明天有些你看一看 这张知识一直 他睡的话现在是在不要睡了 已经开春了让他起来 年轻人都是我想很多人都在看吧 但有些都是可能没有看不要说知识 我讲的一遍到底看了没有也不好说 下面就是讲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发心 发心和真心方面的分析 初心和真心方面 也可以叫做应时等期和必时等期方面的发心 下面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讲无表业的分类 这是略说和广说 首先是略说 所谓三种无表色 集结恶结与众结 他这里所谓无表色有多少个分类呢 他这里已经讲了 也就是说是律 结律 还有恶结和众结 唐僧翻译的一般律和非律 恶结的话就是非律 还有非律 非不律 就是他这样分的 但这个结和律呢 我们平时说是树结 就是人们这个结用的比较 然后光是说律的话 有时候也是比较有点纹 因此他这里用的恶结 就是这样来分 那么应当明去无表色有善种 就是无表色的话 就是重的来讲的话 就是他有善种 即使这只破戒相续的戒 这是我们破戒相续也可以说 或者是断除一切恶性的 断除一切恶性的戒律 这叫做是戒律 也叫做是我们所谓的善方面的戒律 诸如屠夫长期造不善也者恶戒 然后第二个就是恶戒 什么叫恶戒的话呢 比如说有个徒佛他说 我长期有生之年当中杀旁生或者是杀众生 他这样说的话 他的相续当中已经获得了这种恶戒 他就发了这个愿 发了这个愿的话 他就已经相续当中获得了这种恶戒 然后暂时受持恶戒中的任何义种 暂时中戒的话他有恶戒也有 然后也有戒律 他一般如果我们从表面上看到戒律的话 就是善戒 然后恶戒和善戒 但是在一般律义和一些书当中是没有这样说 实际上就是善戒 我们现在书的百戒头戒 禅定戒 这些全部是属于善戒里面 所以善戒和恶戒的话 这个中戒两种都有的 比如说我一百天当中一定要受持八观再戒 这样的话它也是一种中戒 就是端期的一种戒律 然后我一百天当中帮助屠夫杀众生 如果这样的话 它也是恶戒方面的中戒 所以这个中戒有两方面的 恶戒也有 三戒也有 就是两方面的戒律多具足 那么这个为什么说它这里有标色的分类呢 那么这个戒实际上是 为什么说无标色的分类 因为这个戒还有这个有标色 为什么它这里只是戒律分这方面的 那么这是主要而言的 因为这个无标色的戒律的话 凡是你的相续当中有一个戒律一定是具足的 比如说你相续当中就是撒密戒必修戒 那么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无标色的话 无标色的色法乃至没有破戒之前的话 一直是存在的 一直存在的 但是有标色的戒律的话 不一定长期存在的 有时候可能具足 比如说这个 比丘相续当中的身体的一些 有标色的戒律的话 就是当你数字戒律的有些身体 做各种行为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相续当中已经具足 然后你口里面说一些 数字戒律的一些话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相续当中已经具足 但是长期不一定具足 所以这个有标色的戒律和无标色的戒律 有这个差别 无标色的戒律 凡是你的相续当中 只要有戒律的时候 一定是具足的 然后有标色的戒律 有时候是具足的 有时候是不具足的 比如说我生一百天科大律 一变成科大律的话 但是你的心里面的一百天之前的终结 一百天之前的终结的无标色的戒律 一直是存在的 但是你科大律的时候 有标色的戒律 那个时候你的身体不公的形状就出现了 有标色的戒律可以出现 但无标色 但是这个是偶尔的 你吃饭的时候 科大律刚才的有标色的戒律 就是不一定具足的 不一定 因为当时不同的形状不存在 但是你吃饭的时候也是 无标色的戒律 在你的相续当中应该是存在的 所以他这里为什么说 戒律本来还有中戒 恶戒 三戒 这三个戒律都本来具足优标色 为什么在这里不分类呢 原因是主要而言的 所以我们主要的 有时候经论当中虽然是有这种分类 但是比如说我们叫一个人的名字的话 主要的人叫了以后 他的眷属自然而然来了 自然而然知道也有这种情况 这是佛经解释的一种不公的特点吧 下面我们讲广说 广说分四个方面 宣说戒律和聚律 还有得舍和聚戒之菩提戒乐分四个 然后第一个宣说戒律 刚才恶戒和聚信没有讲 先宣说戒律 那么众说和相说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众说 众说的话先讲戒律 戒有所谓别戒陀 无虑禅定所生戒 那么戒律的话就是三种 刚才无标识分三种 现在无标识里面的戒律分三种 别戒陀戒和无虑戒和禅定戒 也可以叫几率戒 有时候禅定戒叫做几率戒 应当了知戒有三种 也就是说所谓的别戒陀戒和无虑戒有禅定戒 其中别戒陀戒的法相 它的法相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包括在欲戒当中的一切处理的戒 欲戒当中想获得戒头 我们前面讲三戒论的时候也讲了 所谓现在很多人的相续当中必须要具足处理心 如果你没有处理心的话 那么别戒陀的本体就是不具足了 本体不具足了 菩萨戒一定要具足利他的心 利他的心没有的话 那么菩萨戒根本不具足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 他被戒陀的这种戒体 也就是说他的本体是什么样呢 你心里面一定要有一种三戒轮会当中想获得处理 所以在处理具不具足的问题上 当然藏传佛教的很多高僧大德这方面辩论也比较多的 但是我在这里也不提 我们在讲别戒陀戒 也就是说三戒论的时候 稍微给大家也提过一些 意思就是说别戒陀戒的法相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具有处理的一种戒律 叫做处理戒 也叫做别戒陀戒 这是余戒当中想获得处理的 因为一般别戒陀戒的话 主要是余戒的身份来受的 他并不是受制处余戒 不是这个意思 中的意思就是在三戒轮会当中是处的 但是包括余戒在内的所有的三戒轮会当中 想获得处理的一种戒条 叫做别戒陀戒 禅戒这法相属于色戒的一种善法 禅戒一般来讲色戒当中的 参天的相续当中的一种戒律 刚才别戒陀戒他们小乘认为是 就像是我们当岁的岁帕一样的 它这样的有一种事物存在 这是他们这样认为的 但是一般来说大乘以上 我们那天也说了 包括习戒在内的一种短信 这个短信极为重要的 如果不是一个短信的话 比如说它是一种真正实有的 别戒陀戒的事法是不合理的 这是我们在别的论戒当中也是有广说的 禅定戒律实际上是在色戒当中的 色戒天人的相续当中 通过禅定而获得的一种戒律 然后这个无鲁戒 无鲁戒在圣者的相续当中 因为你获得圣者过位的时候 在自然而然不造恶业的得损 也可以说是有一种戒体自然而然获得的 这叫做无鲁戒 无鲁戒的法相 无鲁法的戒律 道生 它修道而产生的 唐生翻译的道生戒 这个下面还有一些 它依次上面的广说 首先讲别戒陀戒 想说别戒陀戒 禅定戒和无鲁戒 还有庞俗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别戒陀戒的分类 本体 持戒 还有聚戒之人分三个方面 首先讲分类 所谓别戒陀 所谓八种别戒陀 所谓八种别戒陀 十几戒体唯有四 除名称外无边国 必等一体不相为 它这里这样讲的 若闻别戒陀 这个比较好懂吧 我们前面也讲过 若闻别戒陀戒有哪积内呢 所谓的别戒陀戒有八种 既是比丘戒 比丘尼戒 真学尼戒和撒密尼戒 居士戒和女居士戒 男居士戒和女居士戒 还有宰戒这样分的 总共有八种 犹婆依和犹婆舍戒这样也可以 但我们一般的语言就是居士戒和居士尼戒 这样也可以 女居士戒吧 居士尼可能没有这么说 然后再戒不分男女戒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再戒一日之戒律 是世间短暂的缘故 他再戒的话 比如说属八观再戒的时候 他没有分男女的戒律 实际上戒体方面 比如说像聚舍戒也没有分开 但是还是如果我们从人的心体或者戒条的时间长短 有几种原因已经分了男居士戒和女居士戒 实际上这八种被解脱戒可以归纳为四种 比丘和比丘尼戒为一类 然后征讯尼 撒民和撒民尼戒为一类 还有这个尤婆舍戒和尤婆一戒 刚才男居士和女居士的戒也分为一类 然后再戒是一类 这样一来 中共有四种 从本体上 这是我们在三戒论的时候也是稍微讲过 因为变形不舍戒体 只是名称改变而已 他这里比如说比丘尼变形的话 那么就变成比丘 比丘变形的话变成比丘尼 所以他的戒条的话 比丘和比丘尼也是本质上是一体的 原来是属比丘尼戒的话变成比丘的时候 他自己属比丘的戒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是一类的 然后正训尼和三密和三密尼 比如说三密和三密尼戒条方面是没有什么变的 三密变形的话变成三密尼 三密尼变形变成三密 然后三密变形以后变成正训尼 这样都没有的 但是正训尼变形以后它就变成三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把正训尼和三密尼戒也是分为一类 然后尤婆耶和尤婆舌也就是说 男居士和女居士戒本来也是戒条上面没有什么不同的 大家俗诗根本戒这些方面都没有什么差别 因此戒为一类 然后再讲算一类 这样一类的话 他们总共从本质上 实质上 整个别戒头戒只有四类 因为变形不色戒体只是名声改变而已 原因是这样的 分的话有八种别戒头 这是我们讲前面的三戒论的时候也稍微提过 那么三戒以次第得数 诸如断杀生事 增上其他戒律 还是生起戒杀行之不同的三戒呢 这里那么三性的三种戒律吧 三种戒律的话 本体是一体还是分体的 一体还是他体的 但是我们先受杀生不杀生的戒律 然后杀到阴亡 不偷到的戒律 我们数字的时候也是在上师面前分开这样说的 那这样的话这些戒体 在本体上是什么样存在的呢 当然这个小乘认为是他们所有的戒条 所有的这些戒条在人的相续当中 都是不分杂的方式来存在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三戒以次数 他这里三戒一体的三戒 原因是比丘戒和三昧戒仍旧可以存在 比如说他们认为就是这样的 居舍结束的时候不杀生的戒的本体 也是一个 然后你到了撒密的时候 然后也受了一个不杀生的戒体 这个时候也有一个戒体 然后到了比丘的时候也有一个不杀生的戒律 比如说这个不杀生的话 他三种戒体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有居舍的戒体和撒密的戒体 然后有比丘的戒体 他有三种不杀生的戒体依然存在 然后这样的话 比如说有些比丘他就舍戒 他在戒然治愈的人面前说说 我现在不能受比丘戒 然后就舍比丘戒 舍比丘戒的话 他原来的撒密戒还是存在的 然后他把比丘戒和撒密戒都不能受持的话 我现在比丘戒和撒密戒都舍了的话 最后居舍戒还是存在 所以他舍戒的过程当中 他们有时中认为 因为舍戒的时候下面的一些戒依然存在 所以每一个戒的本体不相同的 本体不相同的 因此比如说不杀生的话 首先是属居士戒 然后属撒密戒 然后比丘戒的话 他的相续当中有三条杀生的戒 不杀生的三条戒律 在居士的时候没有属阴戒的话 然后到了撒密的时候的阴戒和比丘时候的阴戒 那么作为阴戒的话 在属比丘的时候你的相续当中是 如果以次第数的话只有两条 有两条 如果你前面还数再戒的话 也有几条 他以这种方式来宣讲的 这是《居士论大树》当中也有这种名所 因此一般来讲 现在的有些比如说舍比丘戒 然后自己以居士身份的话 这个也是把比丘戒和撒密戒已经舍了 但是原来你属过居士戒不舍的情况 也是大臣也应该可以承认的 因为那个仪轨必须要按照小乘的仪轨来做的 所以属戒的时候有些人是这样想的 既然是一种断性的话 比如说我们大臣不是说我以后不杀生 就是他断出恶性的一种性 如果这样的话 我心里面发愿都可以 我从这以后变成比丘 或者说我从这以后受比丘所有的戒 心里面光是有一个断性可不可以呢 这是《有关大德的论典》当中说是 别戒脱戒必须要依靠仪轨而得到的 依靠二胜利而得到的 你根本不可能心里面光是有一个断性 这样是不行的 因为他得戒的话 必须是依靠仪轨而得的 必须是按照戒律里面所讲的一样得的 所以他这个得法 虽然他的戒是一种断性 也可以说是别戒脱戒的本体可以说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这个必须要通过仪轨而得到 如果你仪轨而没有得到的话 我今天好好地发愿 我要当一个比丘 或者我好好发愿 我要当一个杀密的 你没有输这个戒就不行的 甚至我们这个皈依戒的话 也是在有缘的上师面前 一定要输输 输这以后才得戒 这个问题也比较重要 所以他这里说 若闻断杀一体的三戒 存在于一个菩提戒乐的相续当中 难道不是矛盾吗 不矛盾的他这里断杀的话 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如果居士的断杀 然后撒密的断杀 还有比丘的断杀 这样的话有这么多的断杀 然后不吸引 还有不偷盗等等 有这么多的戒条的话 那这个不相畏吗 不相畏的这个不矛盾的 因为属后劫不是舍前劫之因 不是舍弃前劫的因 比如说我以前属过居士劫的话 后来属沙弥劫和属必修劫的话 实际上并不是舍弃前劫的因 不是舍弃 因此他以前得到的 没有失去而一体的方式来得到 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前面所讲的 我们《三戒论》当中不是最后一品 专门讲《三戒一体》 《三戒一体》 还有麦彭仁波切的《三戒一体论》也给大家翻译了 因此我们在这里一般是功德增上 就是本体转移 然后 然后复相补香味 那天我们《三戒论》当中 引用了《五个光尊哉》的教言 《五个光尊哉》的教言实际上是大圆满禅顶修行 大圆满禅顶修行的前面已经讲了 我们丽玛巴对《三戒》 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是如何存在的 虽然它这里面讲的是 密尘戒和菩萨戒和别戒脱戒 但实际上别戒脱戒也是可以这样 别戒脱戒的话 它也可以说是居士戒和萨弥戒和辟修戒的话 所以这个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根本不会矛盾的 就是不会矛盾的 所以依靠比丘 居足 端少等五条的《三戒》 可以一次略推 我们对其他的戒律一次可以略推 实际上所谓的戒律应该是在 尤其是戒的本体上《三戒论》的开头 就是由不宗的观点 那天好像我们考试的时候也有吧 由不宗的观点 净不宗的观点 为师宗的观点 为师以上的观点都已经讲了 戒的本体到底是什么样承认 所以这个时候给大家也可能应该讲得清楚 因此我们在进步以上的话 虽然不承认是真正的有一个实有的无标色 但是无标色还是可以承认的 麦彭仁波切在《智制入门》当中也已经讲了 虽然这是由始宗的一种加厉 它是一种加厉 但是我们大臣也无必要承认 因为无标色的戒体没有的话 如果无标色的这种戒体不存在的话 那你没有必要去在上师面前通过上师的生育 无标色通过义归没有必要输了 所以有很多我们现在的这些义归的话 如果你消沉全部是这是消沉的说法 我们都不承认无标色是不存在的 这样也不行的 就是麦彭仁波切《智制入门》当中 虽然这个是由始宗的一种说法 但是大臣也无必要承认 这句话大家也应该记住 因此我们学居士论 虽然这个观点很多都是小乘的观点 但是我们不管是持戒律也好 或者是行持善法也好 与因果的关系抉择也好 轮回的痛苦抉择也好 那么抉择这些问题的时候 由始宗的观点是不可缺少的 有些地方虽然有一些由始宗 他自己有一些宗派所知的一些 可以说是一种分别执着吧 有一些这些大臣不一定承认 但是大多数的俱舍论的观点 我们在分析业因果和分析佛经的时候 就是不得不承认的 一定要承认 下面就是讲他的本体 俗辞 我们每天都是尽量讲善业多 不然的话我就说了一下 我们现在四品和五品都可能还要四十天 这样的话还有后面的三品都比较不多 可能有大概是一百二十页左右吧 一百二十页左右 后面三品可能有一百二十页左右 这样的话应该我想 我们这个俱舍论是在三个月当中吧 从现在开始如果没有出现什么其他违缘的话 应该在三个月当中能完成 这样的话不然我们一直讲讲讲俱舍论 在几年当中这样也可能不太好 下面是讲戒律的本体 守此断除五八十以及一切诸所断 他守此要守什么样的戒律呢 就是断除五种不善 八种不善 十种不善业 断除这些 还有断除一切身体和语言的不善业 就是比丘戒 就是他们五条和八条和十条分别为 就是居舍和在戒和还有萨弥的戒律 然后一戒一切诸所断 一切诸所断指的是比丘戒 以此名为居舍在戒萨弥与比丘 若问这些比丘戒的问题是什么呢 在有生之年守此 守什么呢 守断除四根本罪业因就五所断 就是有生之年当中 因为别戒脱戒一般是有生之年 就是死完了以后他就不管了没有守这个 有生之年当中是断除四根本和饮酒 这五种所断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居舍 为什么叫居舍应当作为比丘比丘尼的仆人 而称师故称为居舍 就是说一定在商店里面发心 或者是对比丘和比丘尼当称师 应该称师像仆人一样整天的 所以以前印度出家的时候 很多出家人身边有一些居舍提示 专门对他做事情也有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叫居舍呢 居舍就是比丘和比丘尼的仆人 因此在此五戒的基础上各等慢等算作一条 我们三明戒当中是各物慢物等算为一条 然后高达大创也作为一条 国物今世这八种所断于一日内断除 这就是宰戒 宰戒的话大家都知道 它有八条吧 刚才那个四根本结合 断除饮酒上面不作高大创 这是一条 然后在这个上面 购物慢物等什么化妆这些都不作 这是一条 然后再加上购物布施的话 中共是八条 这就是居舍 也就是宰戒 这个宰戒的话是小乘的宰戒 所以小乘宰戒和大乘宰戒 我那天《三戒论》后面翻译了大乘宰戒的一些功德 所以大乘宰戒的话 比丘和比丘利 三米三米利的话 他们也可以受 然后这种宰戒就不能受 一般出家人这种小乘的宰戒不能受 受的话是破戒的 所以说因为一般三米以上 在有生之年已经断除了这些 然后你再在上师面前说 我现在要受宰戒的话 原来是你有生之年的戒 然后你现在也在上师面前 我要受明日之前 受八条的话 你原来有生之年的戒 已经换成了宰戒 所以说那个小乘的宰戒 以后都不能受 不然原来是 因为这所有的戒条 八种戒条的话 一般来说 这个三米以上的话 全部都是在有生之年当中 已经发愿不足了 所以你没有必要再次做 但有些愚笨的人 可能受宰戒 就是我要修小乘的 我要修八观戒戒 要把戒戒 反正现在不如法的现象是非常多 大乘小乘也分不清楚 戒戒和撒米戒也分不清楚 这种现象真是非常多 这是戒戒 然后什么叫戒戒呢 由于只能受持一天的戒律 因而称之为是戒戒 明天那个 他没有说明天后天 那天我们讲三戒论的时候也讲过吧 比如说我后天之前要修戒 这样的规矩是没有的 所以在戒是明日黎明之前我要修戒 所以它是一日之戒 一日之戒的话 那么我们撒米和必修戒 如果说我要明日之前修戒 已经设了戒 不能这样修 这是小乘在戒 而在戒中的戒物等 就是戒等慢等分开 再加上去经营 在有生之年端持四种所端即是撒米戒 那么刚才上面就是慢和戒物分开 再加上去经营 这样的话中共又失调了 什么叫做撒米呢 就是清清恳恳为上师作事 所以叫做撒米 在有生之年端出生育的一切所端即是比丘戒 也叫做经缘戒 什么叫比丘戒呢这样的 为什么称为经缘戒呢 原始指的是远离轮回所有损害的涅槃 原始指的是远离轮回所有损害的涅槃 就是远离轮回当中所有损害的涅槃 也就是指的是远非常圆满的涅槃 然后经与之取经 因而称之为禁缘戒 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受了没有禁缘戒 实际上是比丘戒的意思 他经了没有涅槃就是这个意思 哦 已经经了涅槃了 已经受了禁缘戒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经常见到最后的声音 我们经常见到这里 我们经常见到最后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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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见到最后的声音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